哈喽大家好,我是糯米 你的线上绘画小助教 最近万圣节即将来临 很多的插画家们都开始准备万圣节的主题啦 那我们就藉由这样一个机会教大家如何上色 虽然在其他篇我都有讲到说 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上色的 例如说打瓜不难啊 或者是上色不难啊等等之类的 有些人可以领会 有些人可能还要再 提醒一点点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藉由万圣节的南瓜 再来带大家画一次看看吧 GOGO 好,首先我们先打开一个画布 简单的打稿 老样子 一刚才在打稿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想的画得太 仔细 那我们这样画完之后呢 透明度调低 透明度调低 我们再打一次 炒稿 有留个比较干净的线稿 对于我们之后再上色 会更有帮助 这个让帽园 边缘有个小裂缝 造型会比较有趣点 造型会比较有趣点 眼睛的边缘 跟壳的部分 可以给它来一点 比较不规则的线条 那我这边擅自主张 加了一个耳朵 猫耳朵 猫耳朵 这就是我们万圣节南瓜 然后新增一个涂层 这个涂层是我们要来上色的 那我们这次要上的是底色 那我们丢进颜色进来的时候 记得 笔停留在画面上面 然后轻轻的往你的左边移动 上面会有色彩快点 零戒指 调整好之后呢 笔刷放开 然后放大检查一下 不和谐的地方 再补一下 我们这个画面上面 都是暖色调 那我的帽子呢 我来试试看 蓝色调的 帽子 最后 我们再 选一个 绿色 南瓜叶 这样子 我们的底色 就完成啦 那在进入到明暗变化之前 我来剪裁遮罩一下下 我希望我的底色 有更多的变化 这是第一层的底色 那接下来我要第二层的底色 吸取原本的颜色 然后 转动一下下下面的摄像环 这样就好了 那因为这个是 不见原本的颜色 所以无关于 明暗 让它 底色 稍微有一点点的 变化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新增涂层 剪裁遮罩 色彩增值我们的灰 调整到70% 然后影子的部分 色相先帮我转到红色 然后红色里面带10%的红 丢下来试试看 接下来 那选择一个有 透明度感压变化的笔刷 我们再来用橡皮擦 来做刮刮热 来去将亮的地方刮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层的影子 那记得在擦的时候 不要擦得太干净 让它保留一点点小碎点 透明度变化就在用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插过多的影子再补回来一下下 然后叶脉的部分 顺着物件本身的纹理去插 这是这一招的 基础 其实有助于 叶子的形体的产生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的万用 那记得 不管怎么样子 一定要 练习 才会有所进步 那正蓝色的部分呢 那因为地面会有反光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刷一点点就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做重头戏啦 就是南瓜 耳朵的部分比较简单 先把耳朵插出来 然后接下来 好我们笔刷要加大一点点 然后直接 摔锅 下来 照着它的纹理 去刷 然后不要担心说 为什么我的笔触 不够柔和 没关系 笔触是一种特色 一种风格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 呵呵呵 我光要画这个纹理 我已经重画好几次了 虽然大家现在看影片好像很顺 那其实我南瓜 的纹理这一块让我重画了 好几次了 眼睛的部分 要先擦干净 然后再补影子 比较细微的部分 这个洞口上缘会有一点点的影子 小细节啊 小细节 这个就是我们 第1层影子 有第1层影子 顾名思义就有第2层影子 剪裁遮罩 色彩增值 继续第2层影子 那第2层影子就不用用插的 把那个 78调整为 85 然后直接用画的 那基本上 这种更深的影子 绝大多数 都是 存在于 低层的影子的里面 那我们知道帽子的下缘一定会有大片的影子 注意一下 它的形体变化 那接下来第3层影子 更细碎的影子 通常都只会补在 很细微的地方 然后针对一些地方 再加深一次影子 甚至可以在第3层影子 去任意的去更动 你的色彩增值的 灰阶程度 这个涂层它影响的地方 比较细微 所以可以 可以这么做 比较大方向的涂层的话 蛮建议一个涂层 就一个灰阶 就好了 影子的部分 就先到这边 接下来 我们要来 打光啦 我们新增一个涂层 加来颜色 比较符合 我们的需求 这时候呢 我们就针对 光源 会照到的地方 高光的部分 进行 变亮的动作 有一定素描基础的 马上就可以知道 亮面会在 什么样的地方 那在暗面的地方 也可以补光 它就像反光那样子 那暗面的地方 加一点点 这边 光线之后 它的影子 就会更加的生动 有没有 记得 让一些些光线 颜色到影子内部 表现出来的光线 会最舒服 看这边点了几点 色彩变化 更加的丰富啦 第二层光 一样 加亮颜色 剪裁遮罩 针对帽园的地方 再做一次加亮 然后南瓜的上方 也加一点点亮的高光 看起来会更舒服 然后眼睛的上缘 这边我会加光是因为 下方这个位置 它会反射光到上面去 所以我这边还是会添加一点点光 这样 这个侧边也有轮过光 加一点点光线进去 别以为这样就完成了 这两边还没有 所以我们新增一个涂层叫做 时光 剪裁遮障 因为我们要让 帽子 里面的地方 它因为反光嘛 反光的部分有可能是橘色 所以呢我们把 我们的摄像调为到橘色的地方 这样子做出来这个反光是不是有意思多了 这时候呢我想要让它的背景 有蓝色的光线 我们来试试看吧 剪裁遮罩 强烈光源 大型喷头 那来喷喷看 这样就 有一点点魔法的感觉 南瓜的部分下约 呜呜呜呜 流血了流血了 这一招还是不要用好了 这变化真的太太恐怖了 最后我们要再增加一点点纹理 我们可以剪裁遮罩 使用 覆盖 丢一个50%的灰 然后再用 濾镜 杂质 选择杂讯20 用荧光笔 签个名 你再新增一个涂层 然后旁边 点点点 魔法的光线 万圣节的感觉 就出来啦 点个眼睛也不为过 好 那我们南瓜 就这样子完成了 那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画画看 如果有看过其他影片的话 你会发现这方法 似曾相似 影子一 影子二 光影一 光影二 然后再来材质 这方式非常好用 就连初学者的你 也都能够 马上上手 那至于要用的笔刷呢 有购买我线上课的学生 都可以拿到那个笔刷 欢迎参考底下的连结啦 那各位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记得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订阅按赞跟分享 我是诺铭 大家 拜拜